6月20日,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,针对近期美国开始就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的问题。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,贸易战没有赢家,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。 中方始终认为,在平等相待,相互尊重的基础上,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。 以贸易战相威胁,不断加征关税,无法解决问题。 希望美方多听一听业界的呼声,摒弃错误的做法,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,解决存在的问题。 这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。 针对有媒体提出,中美经贸代表团在G20之前是否会面的问题,新闻发言人高峰对此做出了回应。 在两国元首通话过程中,特朗普总统表示,期待同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再次会晤,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。 习主席也表示,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,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。 双方经贸团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知识,为大阪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会晤做好相关的准备。 会上有记者提问,最新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目前制定的进展如何,对此高峰表示,修订后的清单将于今年六月底之前公布。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,在今年的六月底之前将再次修订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,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, 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的条目,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。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修订工作,修订后的清单将于六月底之前公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